好,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我们这期视频呢,要来学习一下 这个丸子的书写 这个丸子可以说是一个 很不好写的字啊,大多数人 这个丸子写的都不是太好看 那我今天就来好好讲一下 这个丸子怎么样给它处理好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丸子 它是一个什么结构啊 左右结构,这个字 左小右大 那左小右大的字 我们要注意一下,左小要靠上写 所以这个十字旁的位置 我们就给它确定了 只能偏上不能偏下 你看这个十字旁的横其比比这个边 宝盖头横,点和横勾 这部分点和横勾还要略高一些呢 你看这个右边的 宝盖头点横勾是从横和口之间 这个位置稍微穿插一些的 这样也会让左右两边 这个关系更紧凑啊 靠拢的更近一些 那右边,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丸子它的右半边啊 有两点非常关键 就是这个宝盖头我们不要给它写宽了 因为右半边我们舒展出去的笔画是谁 树弯钩 这个树弯钩要舒展放开 那你上面这个宝盖头是绝对不能写宽的 写宽的话 上面写宽 下面树弯钩再往外放 那整个字就会写的特别大 张牙舞爪的 那就不好看了啊 我们树弯钩既然要舒展出去 其余部分我们要怎么样 收着写 你这个收放要搞清楚 那么现在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碗字的书写 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十字旁注意 这个碗字它是左小右大的字 所以这个左半边十字旁 我们要怎么样 稍微靠左 稍微靠左一点 然后让右半部分往中间这个树中线靠拢 这样的话整个字才会居中啊 而且树弯钩也能深深展出去 我们来看一下 左半边十字旁往右上 扛肩 它是往右上斜上去的 不是平的 然后撇 这个撇要直一些 不要给它写弯了啊 这个撇最好是从横的左边开始起别 不是从中间也不能从右边 然后树露点头 口要靠上不要往下写 横往右上扛肩 然后往里收 再一行 大家注意这个口和这个横方向一致 口收得非常紧 很小的 绝对不要把口给它写大了 然后右半边 大家来看这个点要高一些 点在这 但是点和横钩 这个宝盖图的点和横钩这一部分 要从这穿插一下 对着这写一下 然后横钩 钩要短小 然后下半部分 吸 大家来看一下 哎紧挨着这个点写 不然的话你没法写开啊 紧挨着这个点 撇 然后横撇 哎这是这 这个锡子 然后右半边横折钩 一定要收紧 哎左右两边基本上是对齐的 等高的 然后竖 然后竖 弯 钩 向外 竖展 然后向上出钩 哎 竖弯 是向上出钩的 这是碗子的书写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十字旁 哎 整个形体偏小 一定要靠上去 绝对不能给它写低了 写低的话 这个字就没法看了啊 然后右半边 这个宝盖头 写展一些 竖弯钩向外延展出去 就可以了 这一部分 一定要给它收紧一下 要在宝盖头的范围下 就这个横撇和横折钩这里 绝对不能写宽了 写宽的话 这根本就没法写开 一定要注意 现在我们把这个丸子 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横 往右上看筋 然后撇 出肩 然后竖 横折 横 这个十字旁 横要往上写 口收紧 这个皮也直一些 然后右半边 点 起比率高一些 然后宝盖头 从横和口这穿插一下 点 横勾 往回勾 这一部分要斩一些 然后皮 横皮点 然后横 折勾 往里收 这一部分也要窄 树弯钩 向上 出钩 这是丸子的书写 大家来看一下 左小靠上 这个十字旁 不要给它写大了 然后右半部分 宝盖头 要窄 这一部分也要收紧 横 写窄 包括这个横 折钩 这个横 都要窄 这样的话 才能在宝盖头的范围下 然后树弯钩 向外衍伸出去 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期视频 这个碗子 就给大家粘截到这了